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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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5900的短口 对吧 是5900吗 对吧 V1C的短口5900开始吧 我们出现一个就是5900看到没有 它会存这个这个节点上的6080转过来 你看一下 LSOF-I 冒号5900-N 好 这是我们虚拟机的创建 当你虚拟机 创建失败 那么步骤 下面这几步 第一步 我已经提供了这个配置文件 你要把所有的配置文件抵抚一遍 不要觉得麻烦 不要觉得麻烦 你不抵抚 找到最后你会发现 就是那个配置写错了 你会觉得 你可能这种一天就是因为一个配置 真的相信我 讲了至少OpenSight已经讲了三年的经验了 都是这样 遇到我好多人 真的就是折腾了一整天的时间 没有找到问题 我把我的配置发一回 让它迪回一下 找到问题了 就是配置 然后第二个 我们把这个Nova的服务 Nutrient Agent和 都列出来干什么 第一个 说明你Nova是否正常 第二个 你Nutrient是否正常 第三个 Nova和Glass连接是否正常 如果这三个全都检查完了 好 你就可以把日子清空 重新创业个虚拟机 然后来看日子 第一步 你肯定是先看那个计算前列的日子 因为计算前列日子少 就那么简单 然后 看网上再去看控制前列日子 你也可以 我说过了 你直接去过滤 大写的Error 你先把日子清空啊 要不然一些老的报错 你可能都会过滤出来了 对吧 Nutrient Glance 和Kstone 所以说 经常在群里有人问 创业不了虚拟怎么办 很难办 因为你要干的事太多了 一两句话跟你说不清楚 任何一个配置都有可能导致你 创业不了虚拟机 而且年代的环境什么的 各种网络环境什么都描述清楚 所以说 那么你求教别人 其实是没有什么好结果 因为别人不能告诉你啥 那么就是这三三步 目前来说我们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检查状态 当然还有一些隐藏的 比如说 时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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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 因为我看咱们 运人一般过来 经常使用命令去关闭 我不知道为什么养成了这个习惯 是 不要使用命令的关闭 哪天你重启了 或者怎么着吧 你都会 办事是个妄调 改配置文件 你发现我讲课 所有东西都改配置文件 你网卡 网卡 同行界面我都不会改 就改配置文件 另一个是一切建文件 不要想别的 包括那个之前咱们设施区 其实我不那么设 就是直接CP 随区文件覆盖过去 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以配置文件为主 不要使用其他的任何的其他的方式 都会对你的生产造成影响 就是说 虽然说我们现在做事业 你可以这么来想 现在这是你的生产环境 那怎么办 对吧 你生产环境不能推倒从来吧 你说我可出现不了训机 我把训机还原 生产环境你干不了 那么现在 好 咱们现在已经能够通过命令来创建训机 并且能能够怎么知道呢 能够连上去 对吧 能够SLA上去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就去 去来部署open-style管理服务盒子 对吧 我们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看到这个通讯界面了是吧 其实通讯界面就那么回事 对吧 就这样 好 那么 open-style的这个盒子的话 它是提供了一个web界面 用来管理open-style的其他所有的组件 他们是怎么通信的 对 API 通过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我把它拉大一点 我们所有的服务 有一个黑线 看到没有 黑线 连到了合尊上 看到没有 来提供UI 对吧 提供UI 好 然后这个 合尊的话是 使用这个交互框架开发的 所以说你要做web界开发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 比较容易的 当然你的session是支持存储在 在那个 因为将功的话 你可以把session存在 数据库 本地文件 maren cache redis都可以的 而且支持集群 为什么支持集群 因为它就是一个 纯操造API的 它没有任何的 我们可以说 只有session使得的状态 可以说 如果我们把session 统一存放在 比如说maren cache 或者redis里面 那么它就是一个 无状态的服务 对吧 我们在学刀科的时候 大家怎么说的 作为这种无状态的服务 我们就很容易去管理的 很容易去做 对吧 扩展啊 非常的容易 就是这样的 好 好 因为大家之前都装上了 那么核尔人的部署的话 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首先 你把它软件包装上 然后呢 我们要去配置核尔人的 这个配置文件 我们现在 我们还没有去看到 对吧 我先提问一下 核尔人的配置文件 我们要改什么东西 谁说数据库的 大家罚站 核尔人只需要 改一行配置 正常的啊 除了他自己 只需要改一行配置 他要连到谁上面 kstone kstone 核尔人只需要 连到kstone 为什么 因为kstone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注册中心 对吧 在open stack架构里面 kstone相当于 soa中的一个注册中心 对吧 有点类似于我们 double里面呢 使用zokeeper做这个注册中心 对吧 所有的服务都在kstone做注册 所以说 我很多人想获取 你现在都是什么服务 这些服务的URL 我其实只需要 能让我连到kstone 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安装的话 我们它应该都装上了 我这可能没有装 我们装一下 iam install 缸外 open stack that's about 我这个讲师机可能没有装 大家可能已经提前装上了 如果没有的话 大家装一下 那么合作人的话 它 呃 它也是通过 呃 它也是通过 一个合作人的抗服 那么就是它的这个配偶念 行 没事 我这个装着 不着急 咱们下面要讲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什么呢 虚拟机的创建流程 虚拟机的创建流程 那么这个虚拟机的创建流程 那么这个虚拟机的创建流程 就能让你把我们这两天学习的所有内容 全部给它总结下来 先看一 对吧 我们说了 无论你通过虚拟机创建三种方式 一个是命令行 一个是API 一个对 但是bode的话其实也通过API 对吧 其实三种好 第一步 带着bode 联绒哪了 kcdome干啥 对 你看我们都都懂是吧 他要做认证啊 第一步 你登录了 我来这个kcdome做认证 认证完毕 之后会给你返回一个什么 token 对 会给你返回一个token 那么后面的话 你只要拿着这个token 去请求别的服务就可以了 好 第二步 Nova ATM 好 我先说一下 我将这个 open style的这个虚拟机的创建 我自己分成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kcdome认证 第二个阶段是Nova组件之间的交互 第二个阶段 Nova组件的 咱们先到第一个阶段 先到第二步了 第二步干什么呢 他会把你的请 他会把你要创业虚拟机的这个东西 你不是选选选对吧 或者你挑命令 去发给这个NovaAP 他又把它转换成一个RESAPI的请求 啊 就你带着报道嘛 你就是通过RESAPI嘛 对吧 ATV协议 转到这个NovaAPI上 说 兄弟 现在我要创业虚拟机 然后NovaAPI 它是什么呢 它是这个 扛把子 他手下有很多的堂口 这个堂口就要开始干活了 这是老大 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所有的服务 你要和Nova进行通信 必须得通过NovaAPI 对吧 因为我们在kcdome注册的时候 注册到的NovaAPI的端口是什么 呵呵 呵呵 我打人了啊 多少 哎 你们想的时候早都可以 都看出来了呀 OpenStack Endpoint 8774 8774 list 你看一下啊 因为NovaAPI好像很少挂是吧 所以说大家可能对这个端口很陌生 就我们还是需要对OpenStack所有端口 我一说 你都知道是哪个服务 这样的话 我们排除故障才能游刃有余 8774 8774啊 然后呢 NovaAPI接收到这个请求之后 他要干什么 看第三步 咦好奇怪是吧 其实没奇怪 对吧 他不是认证 他找kcdome说 你看这个图肯是否合法 对吧 你认证 你拿这个图肯来问我 对吧 那我总的需要到kcdome看一下 你是不是一个合法的 对不对 kcdome说 嗯 这个确实是我发的这个令台 他因为通过运红密码验证了 好 这样的话 那么 才到了第四步 才到第四步 干什么呢 NovaAPI和这个数据库竞交互 把你要创建的训练的东西写到库里面 把它写在库里面 好 这第一阶段完成了 就是这个和kcdome之间的同性 后面 你看 后面的时候 看到这样没有 后面所有东西 都要和kcdome进行认证 等下讲到我再说 就现在我讲的流程的时候 你要非常清晰的想到什么的 想到怎么优化 这明显kcdome是一个瓶颈嘛 嗯 你所有操作到的kcdome做人障 所有kcdome 咱们新版增加了mend cash 对吧 你生成了token 他会放在mend cash里面 啊 这就是 openside的优化 以前的时候 在老板 openside有一个表token 那个表你要 你要是规模比较大 运行一段时间 你拿去tunkey的 为什么 太大了 查不了 现在就好了 好 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 努瓦组件之间的交互 为什么 因为努瓦组件是最多的 对吧 努瓦组件之间的交互 还记得我们之前讲 努瓦组件之间的交互 是通过什么 对 通过消息队论 所以你看到各种箭头 都往这个队列里面划 这个那么 API会以这个 RPC call的方式 发送一个请求到这个消息队列里面 第五幕 你看我 好 我要是往一个消息队列的主题 发发一个消息的话 是不是 只要订阅这个主题的 都能收到呀 对对对 那么他发给谁呢 对 那么他发给谁呢 对 好 好 好 请坐 总结的很好 不过有点好了 我怕别人听不懂 我再重复一遍 Nova schedule 是做这个调度的 对吧 我那么多的计算计点 你这个训细机 到底要创建到哪个 哪个那个计算计点上 我要进行调度 调度 我讲了分为两步 第一步 先过滤 我先算一下 有哪些计算计点 能创建这个训细机 第二步 计算权重 对吧 你比如说我用50个节点的 物理节点的集权 然后我第一步先过滤一下 发现有10个节点 都还能创建训细 然后到底创建到哪个上面呢 再调度 再计算那个权重 计算权重的话 Nova不是 这个Nova有很多这种算法 默认的算法就是 最小资源先创建 谁的资源 比如说你 其他的都创建了五台 这一台四台 那么这个请求 一般都会创建到四台那个上面 默认情况下 这个可以改 可以自定义 虽然这个NovaSchedule 人家 他不是Nova通知他的 他是人家很自觉的 在这个对待上面 对吧 监听的这个消息对待的主题 一听到他就知道他要干活了 然后这个NovaSchedule 和这个数据库进行沟通 去干什么呢 去把这个 做一些相关数据的一些 一些 对吧 你这个数据库里面所有的资源 都在数据库里面 每个机器什么呢 然后我们直接看这个第八步 就是 到最后 第八步 那个Nova Computer也看到了 这个 其实这里边 我不知道他的箭头 官方为什么这么画 可能是因为这一个就代替了吧 就是说他算完之后 他还会发到个对练里面的 这Nova Computer就知道了 就是他让哪个Computer去创建 哪个就能就能看到说 让我干活了 比如说咱们现在有台机器的Nova Computer看到了 说 这个老大让我去在我这儿创建一个虚拟机 好 他创建虚拟机 是 我要创建了 怎么办呢 我要去看一下你要创建什么东西吗 所以他要去数据库里面创建 他要去数据库里面去看一看 说 我都要创建什么东西 这个图是老图 为什么是老图 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 新版的Nova Computer是不能直接连接数据库的 因为他也没有连接方式 我们没有配置 对吧 他是通过Nova Computer的去连接的 他其实是通过Nova Computer的 其实他给Nova Computer的去发送一个请求 说 你告诉我相关的 比如说你要选择的云主机的类型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对吧 因为我不能直接连数据库 所以你要告诉我 所以第九部这个箭头你可以忽略啊 因为他其实是通过Nova Computer去获取的 然后Nova Computer和数据库去进行沟通 看第十一部 其实是Nova Computer和这个数据库进行沟通 这个图有点老 这个第九部不应该这么画 沟通之后 把数据返回给Nova Computer 你看到没有 他们这些通信全是通过消息队列 全是通过消息队列 所以说我说过了什么 消息队列是我们整个OpenStack组件的交通数纽 可要是挂了 你就创建不了虚拟机了 但我给大家又给大家讲过 你只是创建不了虚拟机 你所有正在运行的虚拟机是不受影响的 对吧 如果受影响 可能这个架构就太脆弱了 好 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呢 下个阶段就是Nova服务和其他服务之间的通信 Nova自己完事了 现在已经确定好了 是哪个Nova Computer要 他要去创建虚拟机 对吧 他要创建虚拟机 他是不是要获取各种不同的资源呀 对 镜像网络存储 对吧 好 那么这个Nova Computer怎么办呢 先看第十二部 说 他带着这个 这个Token呢 说 镜像老大哥 你能给我一个镜像吗 然后呢 镜像老大哥 听到了这个请求怎么办呢 对 看第十三部 你说给就给 没那么容易 对吧 我先就keystone看一下 你带着的Token对不对 有没有过期 啊 你是不是伪造的 好 没有问题之后呢 好 那么这个 验证成功之后呢 这个Glans就会把这个 给他分配一个 镜像 对吧 然后Nova Computer 又开始找网络了 对吧 有镜像没用啊 得有网络呀 说 你又创建老大哥 你能不能 给我一个 给我创建一个端口 是不是创建一个端口 是不是创建一个端口 网络 则我们今天创建好了嘛 要创建一个端口 就相当于 帮我们在交换机 那个端口和物理机 接根网线吧 你给我创建一个端口 又创建 你说创建就创建 当然不行了 我再去K斯东问一下 再验证一下 用的图肯 没问题 好 我给你创建 最后第16步 找到了森的 我们还没学 如果有云影盘的话 你说你给我个云影盘 他说好 稍等我去K斯东问一下 没问题 好 给你一个 好 其实这里面还有第18步 这个图没画出来啊 最后一个阶段 第18步 这里面没画 就是说 Nova Computer 去调用 默认KVM 来创建这个虚拟机 因为我说了 Nova Computer 不仅仅可以创建 KVM的虚拟机嘛 对吧 他通过Live World 调用KVM 说KVM 兄弟 你赶紧给我创建虚拟机 你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 这就是做饭嘛 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 就就开始让你炒了 好 然后KVM就创建了个虚拟机 这个同时 这个同时 这个Nova IP 会不停的去询问 去轮循这个 去查什么 去查数据库 看你那个状态 你看我们创建的时候 那个状态会更新 我们在命令行业 看不出来 大家在web界面也能看出来 那个状态会更新 为什么他不停的去轮循 一步的去轮循 你的状态是什么 因为看到几个状态 什么build 不是先开始是schedule 先导致 怎么怎么样 然后创建有好几个步骤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neutron 部署好了吗 装完了 装完了 好 我们来对neutron进行配照 yam etc open stack there is ball local settings 这个 诶这个 这个是新新图吗 好 这个啊 打开 配置什么呢 我刚才说的第一个是 你搜索这个 搜索大写的 OpenStack 这个是在 第158号 第158号 你要把这117的 要改成什么呢 191.168.56.168.56 为啥呀 因为你看下面这个URL 百分之后S 把它替代了 看到没有 就是这 然后你看这个URL 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的样子 对 这个是V3 咱们现在已经是 V3了 改成V3 然后再整个默认角色 你有没有感觉哪里不对的样子 我们没有这个角色 我们是不是没有这个角色 我们没有这个角色 不确定是吧 不确定我们看一下吗 OpenStack 一个user一个demo 是不是没有 对吧 我们只有一个user 好 改成user 老的版本是这个 新版本都是这个 改完了吗 这几个都改完了 这158 159 160 都是要都需要改 改完了没 改完了是吧 第三十行 快速的跳 第三十行 允许访问的主机 你就可以做acl 看到没有 还是很棒的 改成星 老好死的加上也行 改成星 就把这个改成星就可以了 把老好死的也删了 你星就代表所有了吗 星就代表所有 都好留着 在拍子里面 这个一般你要是表示一个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列表的时候 你把那个都好留着 这样的话就知道它是一个列表 这是一个习惯 然后呢 你搜索API 55行 55行 你要设置相关的版本 55行 注释打开 验证服务3 我们看 Volume2 Compute2 注释把这个注释打开 中间这个留着 55行 注释 57 58 59 60 注释打开 我们看还有什么配置 存储绘画我们先不用加 你知道就行了 齐用对于欲的真实 你直接搜索一下 64行就在这 等于处 64行等于处 还有什么 默认的欲 default 72行 72行 直接把注释打开就可以了对吧 还有啥 这样配了 好 既用三层网络因为咱们现在是单音扁平网络所以说要把相关的没用的选项去把它既用了如果不既用等下会爆错会引起你的误导 二百六场 二百六场 把这些处的改成for false f a rs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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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悲伤的话题啊 都改成fals 全改成fals fals 改了 改完了就可以启动了 好 cdm cdl restart atbd 走 为什么restart 哎呀我靠 没起来 看一下 啊 没起来并不可怕 我见什么 处 啊 嗯 就刚才那个处 嗯挺韧性的看到没有 还得让我大写 从今天有点慢啊这台机器本来就 不来就挺慢 起来了 起来之后怎么访问呢 56.11 写线 Dashboard 第一次你访问会比较慢一些 好打开了 默认的遇什么来着 Default 用名 咱们先用普通用户进去 当然Admin也能进去 现在普通用户进去 看看我们那个讯息 ATBD 好 进来了 对吧 你看云主机 这我们刚才这个云主机 你看可以创建快照 这么多呢 控制台 对这个控制台你要只显示控制台了 这样才能操作 在这个窗口你是操作不了这个控制台的 在这你操作不了 在这操作不了 只能只显示控制台 然后你的镜像 访问安全 然后你的网络 网络特朴 现在就很简单 现在就很简单 这你来机器看到没有 你可以切换标切 干什么了 它能显示出来 你看你的网络对吧 你这也是你的instance 对吧 然后右键 不是右键 点它 你看 删除实力 打开控制台 查看实力 也可以在这打开控制台 这样就直接打开控制台了 单独窗口 然后你的网络 你看到你创建的网络 以及身份管理 比如你现在要改密码 你就可以在这右键 设置 在这里改密码 修改密码 在这里改密码 你还显示每页的条目 时区 时区我们改 是吧 好 我们来配什么 你也把时区改一下 搜索这个time 默认的话是UTC的时间 咱们可以把它改成亚洲上海 就还是我们刚才合论的配偶念 A S I A 斜线上海 对吧 好 我再重提一下 reload就可以 上海商上海海这么写了 S大写 S大写 reload应该很快 我现在慢是因为刚reload 需要加载一下 你还可以使用admin登录 使用admin用户登录 那你说你要加个用户怎么办 admin用户其实也能加 你在admin上可以创业项目 你看admin这里需要注意的 有一个项目 有一个管理员 项目指的是什么 就admin自己他也能串讯 管理员这里边才是你管的 这个 大家可以自己详细去看一看 会让我去看一看 我现在不像 我现在不像 一直都没有 得到 我来自动 甚至